台东五合一选举结束之后 陆续有当选人捐出选举补助款来做公益 除了有五党级的太马里香带雷明胜 捐三万元给大王国小羽球队之外 顺利连任的先议员黄志维也捐出了补助款 甚至还自掏腰包加码来帮助弱势 希望借此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台东线五合一选举结束 各层级的当选人在25号这天陆续宣布就职 而有部分的当选人选择将选举补助款捐出做公益 持续为社会提供爱与关怀的力量 先前除了太马里的香名代表雷明胜 捐出三万元协助大王国小羽球队之外 当选连任的议员黄志维也将自己的补助款捐出 并自掏腰包加码 议员补助款有补助大概九万元左右 因为政党要再收回三分之一的费用 所以大概剩下六万元 那志维觉得这个费用不足 那志维就自掏腰包再增加四万元 补足十万元捐赠给台湾自闭额关怀协会 他们目前正在建构自闭额的披护工厂 我希望志维的行为能够抛砖引玉 引起社会的共鸣 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为这个社福单位来支持 然后提供更多的资源 让在这个疫情之下 辛苦经营的社福团体都能得到足够的帮助 这次顺利点任台东县议员 黄志维也表示会持续关心社福议题 以及弱势关怀 希望县政发展的过程中 能够有更多的资源 关注社会上每个角落 让弱势的县民能够感受到政府的照顾 记转求恩 台中市报道 台湾加油